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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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網台的時間已超過12年 所以做台長的時間已十年以上 在這段時間內 其實我做了相當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例如有功夫、有財經、有時事 有神秘學、有電影 甚至有風水、玄學 其實我忘記自己做的類型有多少 總之我試過很多類型 唯一一件事我未試過的就是賽馬 其實我很享受做節目 大家看到我們做節目的準備時間 或要做研究的時間都相當多 如果你沒有那個興趣 很難保持十多年內 都花了這麼多時間、精力在做節目身上 我們做了網台這麼久 其實我們很感謝觀眾用不同的方式 去支持我們 有時在街上會看到他們鼓勵我們 或者是讚美我們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現在做到現在 其實我們不僅希望觀眾 能夠在口頭上支持我們 或者在文字上支持我們 我們希望觀眾實質上 以月費的方式去支持我們那個台 和我自己的節目能夠延續下去 來自哪裡 就是佛教餘式 就是… 曹斯達,你在做甚麼 你也看到了,正在看那些年 那些年你也對 當然是對,那些話題都很棒 幾萬人看重溫,你真是開玩笑 幾萬人看重溫,那你有付月費嗎 幾萬人重溫 幾萬人都說自己有交月費 實際上,每個人都口裝河飽納 你看你,那些死血症 夠了…怎樣交 想賣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了嗎 未交的話,就請到 myradio.hk,節目月費收費表 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預先感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好,第二節,今天因為是中秋佳節 我們做兩節,免得阻礙浩天 今晚回去,有教訓 玩燈籠 你還會去報納嗎 是呀,報納,可以拘捕我了 怎麼拘捕你,所以要逢什麼拘捕你 報納 報納就可以拘捕 一言一行,現在都要小心 過馬路都要小心 小心,千萬不要衝紅燈 還有坐小巴和坐的士行 記者保安全大 是呀,必須要的 也不是8500元 我們繼續發揮我們這些世界大事的分析 馬爾代夫的選舉你有留意嗎 我沒有留意,看了一點 你知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都不太知道什麼事 都不敢亂說 即是你是專家,我不敢在你面前拋書拋 即是實例 不要緊,我講了 馬爾代夫的現任總統就輸了 現任總統原來是親中的 現在有些人就覺得好像馬來西亞一樣 即是在全世界上 中國的一帶一路有一點反彈 即是那種,即是撞牆 這個亦都牽涉 有一點近乎我們自己遇到的問題 譬如馬西亞一樣 近年很多中國人在那裏買地 不是買地,即是蓋樓或其他 蓋樓又不是當地人居住 而是買給他們 價格高到當地人 就不能夠負擔馬科得起 久而久之就出現了很多這些 即是變成中國人買的地方 中國人住在那些地方 就不是馬來西亞本身的人會住在那裏 變成一塊地就好像被中國人尊容 就變成這樣 就形成了一個世界的潮流 現在就是煩惱這些 譬如外國的選舉 或者這些政黨 很多時候聯繫到這件事 究竟他的立場是親華還是反華 這樣的背景之下 就發覺越來越多這些國家 他們出現了這樣的情緒 即是有一個世界的潮流 大家看最近在瑞典那裏 又開始拍一段 瑞典這個舉動都算是幾大 你在那裏讀過書 我在那裏逗留過大約半年左右 那邊都幾左 你應該是說左膠 你可以說左膠 然後在政治上經濟上 各方面都幾左 即是很講福利 交通稅 那類東西 但你又不用擔心你的醫療 或者住屋各方面 照顧得很好 文章你很喜歡在那裏 我怎樣說呢 我覺得那個地方是一個頗漂亮的地方 頗舒服的地方 那些人也真的很好 他們都很不種族主義 因為例如我這樣的樣子 我舉個例子大家會明白 香港有一個所謂的外國 白人 或者黑人 你見到他 或者總之不是香港人 你見到他就會跟他講英文 但在那裏不是的 他無論你什麼膚色 什麼人都好 他都會跟他講碎點文 然後我說 你講什麼 聽不明白的時候 他以為他講得太聲音 講不清楚 他會重新再大聲一點 說碎點文 他堅持說碎點文 他完全沒有想過 原來你是聽不明白 原來你是外國人 沒有的 沒有這件事 即是他們不會根據你的膚色 你那個說法 我以為是完全遷就 譬如說你去到他跟你講廣東話 他沒有中國主義 他的意思是他從來不會跟你講 他沒有想過 他完全沒有想過 他見到任何人都是自己人 那些人是這樣的 所以這次瑞典出了一段 不要大便 講得清楚一點 攻擊性 即是這麼激烈的一段片 我覺得是很驚訝的 對我自己來說 因為瑞典之前有些人做訪問 就是說如果你反移民 你會被整個社區批鬥 你會上報紙 你的Facebook會被貼出來 各樣東西 你在那個社區生活不了 大家都很驚訝 那些人訪問 就是說你對移民的看法 不行 要打架仔 還有要背面 聲音經過處理 他自己這樣說 就是完全不留痕跡 所以這次我覺得是幾出人意表 對我來說 原因是引咎了你 你看瑞典有這麼左的地方 他竟然可以出這段這樣的片 其實是 忍得很厲害 忍得很厲害 很誇張 所以大家就不要覺得 我們在香港 一些很特殊 或者我們特別躁 我們特別排外 其實 如果你問真人真心去說 這個是一個 幾全球性的 sentiment 是 瑞典應該已經沒有那麼受中國人影響 你看看法國 巴黎 那類東西 日本 那類東西 那些地方比較近 熱門的地方 我想他們的重載區 其實是 有幾個地方是重載區 譬如說在巴黎 巴黎是 如果見到你 就老奈 我們之所以舉些例子 就是 想說明一個現象 就是 現在政治的一些想法 或者一些年青人 對港宗關係的看法 他不是憑空而來的 不關我們事 整個世界都是這樣 連這些這麼遙遠 十萬九千里 真的 瑞典十萬九千里那麼遠 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們 不要到處大便 你吃飯之後要洗手 就是由嬰兒教育開始 英文來說 你叫做Toilet Training 其實在那邊 說到這樣 我覺得是 是很很很很誇張的 我覺得這段今天的影片 可以出到家 其實是很誇張的 我想遲些 在其他地方都有 但最重要的 現在就不是 這些這麼生活小節的事情 而是整個世界 局勢是怎樣 譬如說 你今天 由關稅正式開始實施 未去到底 未去到頂 現在逐步逐步升上去 在美國 很多人在爭論 究竟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應該是怎樣 譬如在 70年代 有一個美國總統 Jimmy Carter 是啊 他上星期才發表 那些言論 他說 你 特朗普 錯了 破壞了美中關係 他說你是看了中國 中國不是這樣 那這位人士 他這樣說話 事實上是 開眼睛說謊話 或者他真的停留在時代 我們比較 向好的方面 他真的這樣相信 但問題就是 你曾經任過 當美國總統 所以其實他是 那個年代的美國總統 所以現在做美國總統 中國不是你 但是他做的時候 是美中建交 他可能有政治的包袱 因為他是負責建交的 他要 死撐到底 要撐到底 當年我做了這樣的決定 我是正確的 沒有人說 現在做錯了 你做千古罪 你沒有現在說 後悔了當時建交 現在不可以這樣 所以 也這麼說 拉遠一點 去英國 和香港的地方 英國當年將香港交給中國 難聽的這麼說 主權而交 所以英國 到現在這一刻 他要死撐 他不可以說 哎呀 當年做錯決定 你舉些例子來聽 即是他不能夠說 哎呀 一國兩制不行 是啦 香港 我當年不應該將香港的主權 交給中國 他不能夠這樣說 因為當年其實 如果他這樣說 我做錯了一個 站就去了他那裡 那就很嚴重 所以他當年做的決定 他一定要死撐到底 所以他今天這件事 他又出了一個聲明 根據這個保安局這個決定 那聲明的第一句是什麼 第一句是什麼 我不支持在香港讀下我 哈哈 這句出自陳浩天引述的後悼 陳浩天不支持在香港讀下我 有新聞 有新聞 陳浩天剛才說 他引述FCO 應該是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 我想應該是英國外交部 如果大家有沒有記錯 就是他們今天這個保安局 引用那個81A的條例 去取締了香港民族黨 這件事 就這件事去發表的聲明 那第一句就是 後面那些我們不需要讀的 就是我們不支持香港獨立 就是 我就想跟剛才我引述 那個美國的 駐港領事館 那個做一個比較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看錯 因為我看那段新聞 就是Hong Kong Free Press 我第一句我看不到這個說法 他只是說這個說法 這個做法本身 跟香港的Core Wires 是不合理的 你有沒有證明 他看到 兩個不同力量的國家 他們對這件事有不同的取法 如果你現實都要說 你是不要期望在英國 在他們的任務 英國也有一個外交上的包袱 他比較尷尬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以及他以前是前殖民地中主國等等 令到他比較敏感一點 他一定要戴上頭盔這樣說話 可以理解到他的立場 如果你作為一個從政者 你會明白他為什麼會這樣說話 所以香港人也不需要對他有任何期望 但是這個不代表香港的事 大家不要覺得是局限在香港 其他世界的不同的傳媒或者政府 他們都會看這件事 下一個譬如說 美國政府 如果關注新疆的發生問題 他會不會在香港這個事情發表意見 這個就適無期待 但在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 美中的貿易錢 他不斷升級 而且最新的說話就是 根據這個前白宮的顧問 Steve Bannon 說 他這場仗會打到底 即特朗普決定了這場仗會打到底 我看回現在中國的看法 可能他也預計到這是一個很長期的 一個貿易的糾紛 即是不會在短期之內 即不會那麼快就看到一些 扭轉性轉捏點的東西 問題就是 這個貿易戰本身 他對兩個國家的損害 你遲些會不會看到 如果誰的損害多些 他就會承受政治上的壓力 但對於中國來說 它是一個制度上的優勢 就是他不需要向人民負責 聽說王岐山說 就是中國人 吃草 吃草也可以 怕你嗎 吃草吃一年都不怕 但千萬不要包含香港 我們吃草 我們吃慣米 我沒試過吃草 我們吃米還很漂亮 我們吃泰國米 我們吃泰國米 然後就是 制度上的分別是怎樣 就是 Donald Trump 你無論他如何 騎利或怎樣 他11月 只要面對一個中期的選舉 他面對這個中期的選舉 如果這個貿易戰本 真的影響到他的票源 而中國也期望 這個中期選舉可以把特朗普放下來 可以解決他的 我想他們中國都想不到怎樣應對 唯一希望就是天意 不,你又不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呢? 如果你在看美中關係 你經常發覺中國是放了很多資源 去cultipate一些東西 舉個例子 例如美國大學 美國的孔子學院 中國的能學生 他們做了很多功夫 我說了很多次 有一個會叫做中國學生聯誼會 其實全世界都有 香港每一間大學都有 香港就直接向中聯辦負責 收中聯辦錢 而在外國 美國就向中國領事館負責 你很清楚他的目的是什麼? 我就這樣看 你說什麼一帶一路 投行 香港和其他人 很美好 很完美 如果你能走到 當然是你世界霸者 但這個遊戲不是只有你一個玩 大富翁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還有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都是傻子 人家被你騙一次 兩次 人家不會一輩子被你騙 可能有些人有骨氣 是啊 骨氣雖然難一點 但如果不是近你的 不在隔離 也有條件說一下 在你隔離就沒辦法 你經常被你按住 但遠一點 尤其是一個美國 有實力的國家 這個醒覺 特朗普沒有 下一任一定有 我相信台長你也明白 你也知道 根本就跟特朗普有關 是整個美國的基本國策的轉向 所有美國的國家的機關 甚至是政黨左右也好 共和民主黨 到你去到對中國的政策 那些議案基本上一致通過 即是你在本地美國的那些民生議案 你們怎樣罵到擦槍走火 去到中國的時候 不用說 台灣 中國的一致通過 基本上是沒有爭拗 在全美國大部分人 基本上的國策已經轉向 所以剛才你說的那個 是有些奇怪的 就是 他花了那麼多資源 扔了那麼多錢 他cultivate 了一個那麼長期的關係 但是突然間在這兩三年 也不是這兩三年的 譬如何志平的單案 台陣你也知道 其實是2014年開始已經跟著這條線 所以其實 從那時候已經開始收入資料 其實那時候已經知道你有景色 我開始收入資料 什麼孔子學院 中國學生聯誼會 即是CSSA 各樣東西 其實所有資料已經在手 一直在做資料授集 不過是等著 即是尾爆槍的意思 對嗎 還有等政治氣氛的改變 即是到這個settiment 他開始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做事 只不過現在就是一個發酵的時間 但發酵的速度是相當快的 半年前你想不到那麼大問題 但是這個浪就是 我想明年會打到香港 即是會影響到香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即是你撇開那個政治的問題 即是你的立場問題 就是你要想想 就是我們面對一個這樣的衝擊的時候 我們的取態應該是怎樣 即是香港人 香港人本身 這個不是說政治上的 而是我們的利益是怎樣 即是我們的利益是否跟這個 我們的生存之道 是否跟中國經貿的利益一致 簡單一點 淺白一點 即是畫公仔畫出場 就是你站在哪一邊 即是美國 中國 你站在哪一邊 還是你打算中立 即是很現實的生存 即現在不是說什麼民主 什麼偉大的理念 不是說政治意識形態 也不是說政治理論 就是在一個很現實的環境之下 你怎樣如何自處 譬如說質善案 譬如說美國的國會 他要重新審議這個香港關係法 在那個時候 你應該是怎樣去表述香港的情況 這個是一個很 即是 現在大家覺得沒有這樣的需要去想問題 但事實上你 即是可能到明年的時候 你就需要面對這個問題 那你現在不可以說 另一口說 一定沒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很難說的 即是突然打到美的時候 要牽涉到香港的問題 就是 真是很難說的 譬如說美中貿易戰 覺得不會打的 是的 那你之前不知道 那你還有很多事情 譬如說 喂 即是香港的某些人去美國的時候 然後他那個入境的狀況是怎樣 舉個例子 譬如說 我只是支持這個民族主義 那我就完全忽略這 事實上 亦都很多聰明的人 他們是會想這個問題的 他口不說 但他心裏也有說 唉 蔣麗雲不知道誰都說 我們要發展本土經濟 就是所謂的建制派 他們都現在好像 好像有點害怕地 是啊 事實上 香港的建制派 跟中國的利益 都未必一致 那這個從何說起 就是 如果有一天 這些 整個香港都 都是受這個中國控制 其實這幫人是多餘的 我為何還要用你這個中介 其實我會第一個處理他們 跟香港人說 這幫人令到香港那麼差 現在我呢 共產黨來到 我就是公正者 我幫你懲罰這幫人 是吧 張典公義 是啊 這個事實上一歷史也發生過 譬如二汐八事件 當其實台灣的就是陳怡 陳怡 限政長官也是 現在限政長官都沒有事 那下場又怎樣 是槍斃 真的慘 因為 就懷疑他投共 那蔣家瑟先殺了他 所以這些人 從來都不會有 一定有好下場 現在要用你的東西 純粹是用你這個中介的價值 當你這個中介 連這個中介的價值都不存在 什麼時候輪到你 有一個具體例子 叫做曾蔭權 不是 李小家 那個叫做金融管理局 不是 那個叫做 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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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是給一個香港人 即是給一個 講廣東話人 做一 因為這些位置 遲些都不論到你做 澳門 澳門很明顯 例子就是高官 師長 全部都是講普通話 都不是澳門出世 所以如果你很政治現實去看 其實你自己暗地裡都要拍半島儀式 即使建制派自己都應該有這樣 不是應該有 其實他們有 是嗎 我不知道 當然有 我一直都覺得 如果有一天 香港有什麼大變局 假設 香港明天獨立 轉向最快 一定是所謂的建制派 泛民呢 我也是那一句 一定要給他們 由始至終都是愛國派 即是愛中國派 97年之前 他們都說 我們要民主回歸 紀前民主中國 97年之後 其實他們說 最重要的信息就是 我們才是真正外國 建制派那幫人 不是真正外國 我們才是真正的忠神 是啊 其實背後的信息是這個 是啊 其實如果你越建制派 後面越猶豫 建制派呢 我們就覺得是現實派 現實派 政治投機派 現在這邊有數 就貼這邊 這邊細強 就貼這邊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又不太擔心他們 但是我說的 就是 如果你做得太盡的話 搞兔死的走狗洞 非料盡的兩工廠 你這幫人要思考一下 你自己現在存在的價值在哪裏 你知道那些存在的價值 就是因為有 類似陳浩天的人在那裏 就有你們的存在的價值 如果有一天 連陳浩天都不存在的時候 那要你這幫人做甚麼 其實又可以 就是 剷走 那我說的 現實的例子就是 你到有一天 就是立法會裏面的議員 可能有一半天 是全國安普通話的 你現在還沒遇到 但是慢慢慢慢 就不可以做這個 那你講交所已經開始 區議員已經有 是嗎 區議員有些也有 我一次見過一兩個 即是說話不正 其實說話不正 對於香港來說 都是很難接受的 即是很多 本身香港出生的香港人 他們會很歧視 很歧視 那些人說廣東話不正 會笑他們 但現在其實已經開始存有 你年紀多小 是嗎 28歲 你知不知道 以前商台有一個人叫雷敬 我不太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不聽電台 因為從小到小 我發覺真的有代購 在很多年前 這個商台有一個節目 會不會叫做 慈空穿梭三小時 星期日早上 四星零穿梭機 我也不知道 有一個人叫雷敬 你知不知道他說話是怎樣 我不知道 雷敬先生 你現在怎樣 在商機裡面說話 你知不知道是誰 你不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陳建勳 你真的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 幸好跟你做節目 原來真的有這個 技術人員都笑 技術人員知道嗎 技術人都不知道嗎 我這些年輕人 那你就知道 時而世易 是九十後來的 九十後 原來你不知道 以前在一個大器店 裡面的收音機 都有人恥笑這些 鄉音不正的人 現在就一定 不會有這些節目 所以我想一下 其實我們都要做 同一個類型的節目 就是找回雷敬出來 今天很多謝浩天 其實今天我真的是 廢虎之言 找你來 我也是有心理壓力 我怕我節目不好聽 為什麼 那倒是 我是弱一點 不是弱一點 大家假期 還發生一件事 所以我也是覺得 大哥你玩時玩 你真是找些好些的日子 等等 在玉敬在這裏 才搞這件事 沒問題 我也想玩一下燈籠 不過今天也 今年也沒什麼機會 我們特殊要去解釋 就是 今天星期 假設是玉敬是一場的 那玉敬就不在香港 去了外地 所以預先弱了我 就是這樣 所以要交代一件事 就是 整件事就不是說 因為突然間 今天發生了這個 保安局長 是想罕憲 取代香港民族黨這件事 而找浩天上來的 原本就是 我們在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幾 應該是上個星期 其實已經很早 很早約了 約了你今天做的 但是今天一做的時候 就已經是太多的原因 就是 最初找你約了的時間 你又沒有空 是呀 不好意思 真的對不起 不是 不要這樣意思 就是 你現在的行程 你願意上來 我已經是甚麼 沒有 沒有 今天 他也要上來做Live 做Live 我們又要想想 做Live 爆了一兩句出來 可以 搞到自己的身體 但是 so far 都好像沒有 沒有 哈哈哈哈 我們都是 譚少豐生 是呀 這個是他講的 OK 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星期四就回來了 OK 多謝台長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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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